欢迎收听 有九勺剧奢出品 现代单美广播剧 放开你的狗嘴 我说了我不去 别去 别说什么兄弟的话 是兄弟就不会坑我 别以为我不知道 是那个女人拜托你的 不用解释 挂了 喂 九少爷 莫莫 我还以为是那些讨厌鬼呢 有什么事吗 是不是我家母上 又有事要交代 报告你什么时候回家 不早了 我家母上真是 就这点小事 还有你来问 她还真是依赖你 What the fuck 会不会开车 怎么了 马路杀手 真是 要不是我反应 卧槽 我这看见谁了 九少爷 报告让我状告你 因为你二十几年始终单身 她觉得很丢人 让你加快速度 不然 她要采取非常手段了 我母上还真是 算了 我先挂了 替我下母上 好 说声晚啊 刚刚那是 细细 网吧 这个乖乖男 居然过去网吧 小姨 你来了 那我认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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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真是不容易 欢迎光 秀 帅哥 好夜多少钱 八块 八夜 不错不错 对啊 静秀同学 你要报叶吗 好 当然吧 都是老同学了 当然得照顾一下 你的生意了 阿喜巴 帮你个头啊 这都什么时候的梗啊 还拿出来又 真俗 我 我真是傻啊 才真的在这里待了一个晚上 好饿啊 我说了 我说了我不需要 我不可能让你一直一直照顾我 姐姐 我已经二十三了 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了 已经是个顶天立地的男人了 已经是个顶天立地的男人了 怎么办呢 我靠 静秀同学 你什么时候在这里的呀 刚刚 那你有没有 小姨 我来了 辛苦你了 下班回家吧 嗯 好 老板 接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有事没亲自来 如果我哪里没有说清楚 你们晚上给我妈妈打电话哈 没事没事 还要谢谢你 给我们租了那么好的房子呢 这个那些好帅 好温柔 我好在爱上他了 给 这是钥匙 怎么只有一把 可是我们有两个人 什么 两个人 你的意思是说 你们两个一起住 对啊 你有意思啊 没有 怎么会呢 给你 祝你们俩幸福 呃 那还没开始就要救的初恋 遗畏 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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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ğ 遗 遗 遗 他这是怎么了 我知道了 他可能被我帅哭了 公务馆 静秀 我们什么行李都没有带就住进来了 那衣服啊生活用品啊怎么办 全部都现买啊 废话 我说静秀 干好啊 静秀 你知不知道现在我们在锻炼自己 我们最重要就是体验生活 感受这个社会 你怎么还可以这么任性 只知道买买买买 你这样对得起你的目标 再理想 能努力方向吗你 你这么不知接见 还敢找我一起租房 会不会我们下个月 就因为没有钱仓房租 被赶出去 最重要的是 我就这么突然被你拉了 我身上只有八块六毛了 我有 我付 买买买买 你不早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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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都要 好 毛鲜啊 要多买几条 这原买太多了吧 你不嫌我不嫌 你不嫌我不嫌 您请 我看这个西华看起来不错 靠 那是冬瓜 是吗 难道你不会做饭 不 不 不会 那家务呢 基本不能自理 靠 你个地上生活残废 居然还敢拉我出来租房子 也没用了 只是 不对 你是我残废 那你呢 你就比我好 那是 我会做饭 也会做家务 我的衣服都是自己洗的 那好 今天我把饭你包了 走吧 我们去买饭 这个人还敢真是 把洗发 帅哥帅哥 看今天的菜可新鲜了 来一点不 我们来一点白菜 大妈这么有眼光 相信白菜也不错 不 为什么 你做饭还是我做饭 今天生菜还有蘑菇 真是一碎 还有手活的火锅料 哎 那个 我们今天晚上吃火锅吧 等一下我去买些酱料 哎 三文鱼好新鲜 我们再买一些三文鱼 这三文鱼 还有芥末 真是 好想吃北枝 哎 鱼鱼看上去也不吃了 吃火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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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 嗯 嗯 吃你的火锅 少说话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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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少爷 嗯 嗯 修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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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 要时时刻刻注意照顾女孩子 她们很娇弱的 比如 要帮她们拎包 走在她们左边 還有 要记着她的英历阳历生日 大姨妈来的日子 请人节 七夕圣诞中秋各种节日 以及你们的纪念日 还有还有 我觉得修少爷 你这衣服也不太好 要改一改风格 成熟稳重一点 比较讨喜 小叙许救命啊 小叙许救命啊 你回来了 哎 那我们俩吃饭吧 今天我做了红烧肉 还有 静 静修 你干嘛压着我 快起来了 重死了 让我躺一会儿 累死了 你 你要不要先吃饭啊 吃完晚饭再睡觉 嗯 好 那 那我先回房间 哎呀 真是 我脸黄个屁啊 嗯 真是 累了不去床上躺着 躺在我身上干什么 我这床还是枕头啊 啊 真是的 这个静修 把别人弄得少足无措的 自己却又哉又哉的去吃饭了 肚子啊 哎 对啊 我好像也没吃饭啊 哼 我也洗手吃饭去 啊 啊 静修 你个变态 你洗澡不锁门哪 那你还待在这里看 啊 哦 这孩子是不是傻啊 小细修 你这是害羞了 靠 哪有 那你刚才叫什么呀 讨什么 我真是 是太惊讶了 哦 太惊讶了呀 啊 小细修 你好可爱啊 不好意思直说嘛 死要灭的活说罪干嘛呀 都是男人 就算一起洗澡也没什么好害羞的 看你的反应 和个女儿一样 我吃饱了 你怎么回immen呢 我我睡了 别把我做想好的 至少 还是要够别人 movement 登上一部 混音 喂 老板 我想问一下 医学上班没有 没有吗 好 我知道了 麻烦你了 这么晚了 没去上班 难道真的生气了 难道 气得都离家说走了 不行 我得找他去 我下雨了 这个混蛋 到底去哪了 继续 你个混蛋 你为什么不回家 我 我没带钥匙 没带钥匙 就在外面淋雨 也不回家敲门 继续 你知不知道我很担心你 不能 我们回家吧 来 把湿衣服脱了 洗个热水澡 不然你会感冒的 你还好吧 你还好吧 脱好痛啊 脱好痛啊 脱好痛 头怎么好痛了 头怎么好痛了 你发烧了 你等等啊 我去给你拿药 药箱呢 我明明记者放在这儿的 好 油药箱 在客厅电视柜 左边的抽屉里 你起来干嘛 快躺下 那 那你自己可以吗 当然了 你快快去躺着 来 夏琪琪 起来试药了 来 喝水 慢点 小薰浆着 还是不行 我就给你拿冷毛巾来扶 转过来 我把毛巾给你扶上 谢谢 你说你是不是傻呀 好好的跑出去干吗 就算你看见我洗澡了 也 小薰薰 你要我干嘛呀 放开你的狗嘴 秀少爷 你看上去好像很累的样子 难道昨晚发生了什么 是你的 我室友昨天晚上生病了 我照顾了他一晚 你说 小薰薰照顾了他室友一晚 是 这个臭小子 当初我住院他都没来照顾我 结果现在巴巴的照顾人家一晚 这个不孝子 不过 墨墨 是 那个人是谁 是男孩 是男孩还是女 叫什么名字 哪里人 家里是做什么的 家里人有哪些 快快快快去查 是 什么 我弟弟和别人合租 什么 他们还一起吃饭光超市看电影 那个人是谁 查到家庭背景了吗 哦 进家公子哥 是吗 他们也在打听我 我知道了 是时候该见一面了 天王盖地虎 你是二百五 你就是我弟弟室友的妈妈 季洛南 那你是 那你是我儿子 照顾了一晚的室友的姐姐 北齐厚主 莫小然 沈氏夫夫 欧的仙 二康 又齐心骨 知音啊 我跟你说 我家那个小兔崽子 连我住院都没去照顾我一小时 可是啊 他照顾了你弟弟整整一晚呢 善善 我家傻弟弟平时又杀药天真 被生的不得了 平时进他房间都发半天火啊 现在居然让你儿子在他房间待了一晚上呢 而且啊 我还听说 他们一起吃饭看电影逛超市呢 我看你家弟弟 我开心得很 越看越像我儿媳妇 我也觉得你儿子越看越像我弟媳啊 啊 我已经一直不住我体内的洪荒之理啦 勇气 二康 呵呵 成鬼玩儿 嗯 怎么还不回来啊 诶 我怎么最近总是在想着进修啊 我不就是不小心看见他洗澡了嘛 他不就是照顾了我一晚上嘛 啊 骗了骗了骗了 不能再想了 唉 算了算了 不想了 晚饭都快凉了 他怎么还没回来啊 回来了 唉 唉 那个女的是谁啊 唉 说话就说话 揉揉抱抱干什么 唉 我在生气什么 哼 关我什么事 熊 熊你等等我 你听我说好不好 我说了不是让你别缠着我啊 你烦不烦 我回来了 嗯 想什么呢 你发什么胆啊 也许你又来 放开你的狗嘴 哼 我又惹你了 不过生气的样子 倒是蛮可爱的 靠 我真的是疯了 怎么办啊 都什么 是蛮可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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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爱的 我们这样合适吗 算不算 擅闯民居啊 静修是谁 你儿子 我弟媳 那易婿呢 我弟弟 你儿媳 那不就行了 我们这是来弟弟弟媳 儿子儿媳妇家做客 那你干嘛打我 不过你说的好有道理 回来了 你前几天是不是在躲我 那你今天 我有话想跟你说 我想了好几天 伸头一刀缩头也一刀 锦绣 我喜欢你 我指的是爱情那种喜欢 我知道你有女朋友了 但是这种情感 憋着不说我难受 我不会让你苦恼 明天我就搬出去 我 不许回答我 回答我你就死定了 你笑什么 我没女朋友 可是 可是那天我看见 有个女的抱着你啊 就在楼下 你说顾若连 一个花痴 烦都烦死我了 让他别缠着我 他就是隐喊不散 真的吗 其实你不用告白的 我知道 其实告白了也没什么用 我先回房间了 因为告白了 就是男朋友了 好嘞 我说 既然你告白了 那你 就是我的媳妇了 谁是你媳妇了 等等等等 你答应我了 难道 你也喜欢我 你为什么就是不能接受我 难道 你已经有喜欢的人了吗 哦 我有喜欢的人了 真的有喜欢的人了 你告诉我 他比我好在哪里 你说了 你为什么就是不喜欢我 为什么 因为你是女的 而我是个git 这样行的 我每一刻和你都说 他还在家等着我呢 我不告诉你 你怎么又咬我 叶絮 放开你的狗嘴 是让你欺负我的 我 别说话 要去了 要去了 你别急我 我看不见了 我 我站不稳了 姐 What the fuck 妈 你怎么在这儿啊 卧槽 妈 你 你听我说 不用说了 这个就是我儿媳妇吧 妈 我出归了呀 你不生气啊 气什么 傻事 弟弟 你放心 姐姐也不生气 姐姐只是高兴 你终于嫁出去了 呵呵 嫁出去了 对了 我把别和爹地 喊回来了 他们明天就回来 正好 我和亲家商量下 你俩的婚事啊 亲家呀 以后我家义婿 要你多担待了 哎 我从来没想过我的小婿婿 会这么早就嫁人呢 你放心 从此义婿就是我的亲儿子 我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他的 呵呵呵 亲家这么说 我就放心了 昌儿啊 爹地 你想干啥 别老当单身狗了 我们一屌浪家 就靠你传宗接代了 妈咪 你看爹地 呵呵呵 我觉得你爹地 说得满对 我真是逼了狗了 这样死亡可不可以 俩孩子呢 没看见啊 刚才还在呢 他们刚刚溜了 那你不说 谁让你说我是单身狗 难道不是事实吗 啊 静笑 你还没有告诉我 那天到底和那个女的说了什么 干什么啰啰包包的 我啊 我和他说 我喜欢叶婿 不管他是男是女 只要是他就行了 哪怕她是来自乡亲的东敏俊 我也会从牵送一手里 把她抢 因为 我爱你 你再说一遍 不说 再说一遍嘛 你看 有烟花呀 好漂亮啊 看棉花干什么 看我 静香 我在 我爱你 闭眼 闭眼干什么 帝夕 我爱你 天兄 放开你的狗嘴 哇 这位同学啊 一夜春色好爱悠悠 同学你别跑 你先来惹我爱悠悠 你为啥要跑 我深交易推倒卖萌子带撒娇特效 告白能让你幸福的冒泡泡 回眸一笑张嘴就咬 让你嗷嗷叫我 叫你不先给我告白 咋活该被我咬 咬死你 恨足蛇吗 我才不要我就是傲娇 哼 我最帅气就算是瘦我也很骄傲 戴萌的模样 温神软雨一牢一哨 算盘一波结果还是我倒贴好不好 总之此生我俩就在一起谁都不准跑 有极品亲戚每天都是加油火宝 一言不合马上压到 犹豫你就输了 叫你小心心一声 你有没有种达到 达到的事我在享受 事先可救先说好 你来我往你躲我藏游戏别吐槽 一叙 给我回来 加油小火宝 不能怪我胡茶 我只是傲娇 哎 笑什么笑 再笑你就不准上床睡觉 吃不下来的笑 请你自备脱衣板 给我跪好 让你整天笑笑笑 现在感觉贼好 夜夜深刻起一定不是我不堪其扰 随时都会被扑倒我才没有求抱抱 负责才能吃掉前夕必须是你来做好 皮鞭少泡蜡烛没有个可都不能少 床下妖娆床下牙光少年不爱撒娇 分分钟成为一滴让你立刻的求饶 一关整机下却放来承载命也如成药 不要勾引不要撒娇乖乖叫就好 你也把快逆抱不抱 保证让你一学一词根本听不了 你别来聊 我怕是我先把支不住把你给扑倒 伤得挺 躺下的厨房 我就是传统中的新生代少年郎 爹爹爱老老夸的好宝宝 哎 少年 别撞花惹草 看我秀发一甩回眸微笑风情绕 碰上小宫二话不说我先来压倒 我家小宫不仅土豪还任劳任怨 只是可惜这只小宫鸣草有株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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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ws 嗯 po冰 感谢观看